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留下满庸钱 大胆想法 你知道爷是谁吗 你能是谁啊 难道你还是皇上老子 朕还真就是皇上 我还皇上他爷爷呢 给我上 来 赶快搜他身 好 什么东西 不过这身衣服不错 不是撕的就是虫 好 这儿可把我衣服 我看他马不错 值不少钱 去把他牵走 来来来啊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 这是好马 伙计们 过来看看 来来来 见诺啊 过来看看 来来来来 都过来看看 看你这马 这马怎么样 这可是匹豪马 这马多少钱 十两银子 偷十两银子 这豪马就归你了 无量 十两银子 一分都不能少 小马师 小马师 您过来帮我看看 他要价十两文银 您帮我看看 值不值 高宗 黑宗 小手 长参 茅塞 如炭火 这是赤兔之中啊 这赤兔 真的好啊 这乡马几十年 只是听说 今天有幸目睹 只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十两银子 听到了吧 听到了吧 几百年前 他的祖先 是三国旅不所有啊 后来 又成了 关公关老爷的座旗 这是赤兔的正宗马 直到几年前 颇阳湖大战 当今皇上 从春有亮手里 俘获一匹女 他是万岁爷的御马呀 御马 老头 你胡说八了什么 这 这是御马 你说 这马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你管得着 你 你说 放手 你说听什么 我小说 放手 放手 谁在卖马 我听他 是他 是他们四个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凭什么 凭什么 别说把手把 凭什么呀 凭什么 你们偷了皇上的御马 还抢了皇上 皇上 那天晚上我们还真抢了皇上了 什么真的假的 不吃死的东西 抓起来 抓起来 皇上竟抬起龙体 臣妾给你送膳来了 你又亲自为朕下厨了 臣妾这辈子没少为你下厨 瞧 这就是皇上亲典的红娘子 这红衣红裙的 像个美人 怪不得叫红娘子呢 来 让臣妾喂你 来一口 来 再来一口 快 好吃吧 怎么了 是臣妾做得不好吃 没有 那是为什么呀 饱了 下去吧 两口 你就能吃饱了 不是两口吃饱了 是看夫人的美色 看着看着就饱了 要不怎么说 袖色可参了 恐怕是我倒了皇上的胃口吧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自从你跟那个李善长去了一趟姑苏选什么绣女 你回来就成这样了 真的是微服私访啊 微服私访你就访到绣女堆里去了 啊 还听声转语 姑苏好声音啊 一个个抹得跟妖精似的 微服私访你是访声音啊 还是访美貌啊 那 我就是要说 你说你访就访吧 你跑什么呀 你就是心里有鬼 这要不是我出马了 指不定出什么事呢 一母啊 知道今天来的是什么贵客吗 这是当朝宰相 中书省李丞相李大人 你可得伺候好了 原来是相国大人 相国大人真是稀可啊 小人送一母 供应相国大人 相国大人能够下榻本殿 真是小殿蓬壁生辉啊 我这就给您换把椅子 来人哪 是 赶快给相国大人换把金箔椅子来 来了 不必了 我这儿 不必了 老师 相国大人 您请 您请坐 请坐 把菜谱拿上来 是 下去吧 下去吧 您看看 相国大人 您是第一次来我这儿 不知道我这儿的规矩 凡是朝廷各部官员 在我这店里就餐 我是盖部收一分钱 什么兵部 公部 礼部 刑部 这些各部的大人们呢 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啊 老师 您放心吃喝 这里从不设公务 白吃白喝 断忍不可 钱要给到啊 好 看看 霸王别姬 这霸王别姬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霸王别姬 它就是个王八 霸王八 王八是俗称 学名叫憋 憋 是是是 叫憋 把这个憋放在这个盘子的中间 然后将一个铜子鸡呢 从中间一分为二 放在这憋的两边 然后呢 清庚 霸王别姬 来 你也开个盐 好 我也开开盐 这个 胡大人是我们这儿的常客 他就我这儿门清 你还看什么呀 是不是 胡大人 这新鲜玩意儿还很多呀 说霸王 找霸王 霸王是个好地方 你们这些臭鸭饭的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这儿到底是谁的地盘啊 我们老板送半城的地盘 你知道跟他在一起用膳的 都是些什么人吗 都是达官显贵 恭候伯爵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认字吗 奉旨乞讨 乞讨还有奉旨的 小心我抓你送官论罪 竟敢假造圣旨 还不信是吧 行了 我问你 现在里边吃饭的最大的官是谁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当朝相国 有 李擅长 李大人 正好 你拿着他 请李大人看一看 这皇上的亲笔是真是假 大人 什么事啊 外面有一群要犯的在闹事 把他们赶走 为首的那个说是奉旨乞讨 还把这个拿出来 请相国大人验证 是皇上的玉笔 两个月前有个乞丐救了皇上一命 皇上赐给他这四个字 一试回报 出来呀 小爷等着你来抓我呢 哎 皇上一幕啊 你们店里有没有剩余的饭菜啊 有啊 您让那些乞丐们到后门去啊 把剩菜啊剩饭啊都给他们啊 快去 相国大人 您真是人心人德 小子这就去办 来 扎一个 这可是连一筷子都没动过的啊 这找些个啊留着啊 别吵吵 别吵吵 回去回去 后面还有好的呢 这些都是皇后娘娘亲自做的吗 是啊 那朕尝尝 这皇后娘娘厨艺高超 这怎么赢 一个个俩啊 没抢没抢 没剧没剧啊 好了好了 别走多 散了吧 散完了 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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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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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谢谢 谢谢 兄弟们 兄弟们都听我说 晚上那些单官的 吃完出大门的时候 咱们把他们脸都记清楚了 明天四更上朝 咱去皇宫外 玉道上跟他们讨去 到时候甭管是谁 骑马的拦马 成将的拦将 他们瞒着皇上到这儿 白石白鹤 让他们不敢对咱怎么样 为君难 为臣也难 难也难 难也难 刘大人 宋大人 刘大人在吗 刘大人上早朝去了 刚走 我去追他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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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行贿行到我们汉人院来了 你这当阎官的还悠哉悠哉 哦 半城奉善堂 都说应天城是守善之毒 我看是灯下黑 难道你这样的名嘴竟一无所知 有所耳闻 不过宋大人 你不能光凭这么个帖子 你就定人家行贿呀 难道你们御史台 也收得过这样的帖子 那倒没有 不过我倒听说过呀 京城有很多高官 都曾经品尝过这半城凤山王 他要真给我发一个 我还真想去享用享用 你 刘大人啊 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呀 这立国进城才几年呢 众臣们就如此的奢靡 看来我对你也要刮目相看了 你不想用我想用 一天两用 不光我去 我还叫皇上去呢 哈哈哈哈 追 快 追上他 追大人 来 来 停 一块儿喊 香香好吧 香香好吧 都热好几天了 哎呦 大胆狂徒竟敢阻拦李相国上朝 何人大胆拦叫喊冤 我们可不是拦叫喊冤 我们是拦叫乞讨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乞讨 我们是放了当年皇上的旨意 代替乞讨 相国大人 相国大人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叫花子吧 您昨天晚上在凤膳房已经九足饭堡了 可我们还饿着肚子呢 您醒醒好吧 拿去给他 是 滚吧 谢相国大人 谢大人 stan 共同 兵不许上书 昨儿个他在凤膳房喝的可是不是连迟闹都走不了了 听我口令 上 干嘛干嘛 你们干什么 还真是皇上的玉璃 你们从哪弄来的 你别管哪弄来的 你给不给吧 刚才相国大人可都给了 小小刁民 你敢要欠本官 我哪敢要欠您呢 许大人 您昨儿个在半城风扇坊 喝的那可是冥定大醉呀 要不要我们去皇宫门口 鸡灯蚊鼓帮您行行酒 鸡灯蚊你给我走 鸡灯蚊鼓 不行 等等等等 等会儿 我今天没带银子呀 徐大人您就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叫花子吧 等明天上朝 我带点银子还不行吗 不行 没讨到银子就不让你走 你 盖帮四侠 有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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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发腿 别发我瘸子 我比你大医生给你们还不成了 走 我怎么上跑了 干我瘸子 有一个骑驴上场的 这可是刘大人 刘大人 小姨啊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跑 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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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你管我瘸子 我怎么小仇 我比你大医生给你们还不行吗 皇上 面色伟黄 面容消瘦 眼圈有黑气 话语乏力迟缓 皇上 您这是不思饮食之政所致 岂有此理 皇上怎么会不思饮食呢 那玉陕坊里的山珍海味多的是吗 是不是皇上 你还别说 刘外卿还真是说对了 刘外卿还真是说对了 朕近来啊 真是吃什么都没胃口 刘外卿啊 皇上 那你给朕说说 朕如何才能胃口大开啊 疾病皇上 皇上 时下有一种功夫 叫做清修 说这清修之后啊 是吃麻麻香的 你说什么 皇上现在得的是不思饮食之政 你倒让皇上清修 你给朕说说 何为清修啊 啊 皇上 清修就是挨饿 我问你 挨饿几天才算是清修啊 这大师说至少三天 你究竟饿了几天 我 我也按大师说的做的 你老拽着干什么 你的靴子呢 启禀皇上 臣尽早起晚了 怕误了早朝 匆匆忙忙 连巢穴也没穿就上了麻 徐大人 怕不是这样吧 这确实是怕迟到啊 省朝完了要挨板子的 刘阿强 那朕不思饮食 该如何应对啊 禀皇上 臣一时尚无良方 容臣想一想 今日午时前再做禀报 刘大人 进一步说话 告辞 告辞 刘大人 啊 老北心有一种说法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哦 什么说法啊 说这个不会开方子的医生 不是好医生啊 哦 您是说良方是吧 有啊 什么在哪呢 你看 这儿呢 是 是 湘国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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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长这双鞋子穿上 都是奉旨乞讨惹的货 奉旨乞 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您没给他们银子 没有啊 嗯 他们说你也给银子了 这话总和说起 真是怪事 嗯 臣见过皇上娘娘 嗯 平身吧 六大人 你精通医术 赶紧给皇上瞧瞧吧 嗯 嗯 娘娘 嗯 嗯 皇上得的这是相思病啊 你看 哎 你别胡说啊 我就说嘛 一从那姑苏选秀回来 他就成这样了 还不承认呢 朕就是不承认 那朕什么病都有可能得 就是没有可能得相思病 皇上 嗯 实色性也 其中任何一样啊 都有可能让人为此 害相思之故 皇上是为实 并不是为色而害相思 他的病就是不思饮食 你怎么反倒说他思念饮食呢 娘娘 人各有好 对象不同啊 您比如说女子吧 不是说天下所有美女 都能让人害相思之故 啊 害相思病者 往往是为某一女子 他实也一样啊 皇上的御膳房 及天下美食之大成 皇上您哪 越吃越厌 您耗得是另外一口 嗯 朕啊 你给说对了 朕这些日子啊 就一直想 想咱们在昆山那座破庙里 把朕的命给救了的那个那个 叫什么来着 啊 那个小叫花子 乔二 皇上四名乔义 就是这个乔义 他呀 给朕做了一碗这个 汤 这汤叫什么汤啊 这这汤 朕也是想不起来了 珍珠翡翠白玉汤 就是这个 珍珠翡翠白玉汤 朕叫你来啊 是想让你啊 把这个黄绑给贴出去啊 想办法 把这个乔义 给朕叫进宫来 让他给朕做一碗 珍珠翡翠白玉汤喝 皇上 嗯 那可是个叫花子 嗯 他给您吃的 那都是乞讨得来的 再说 他也不是厨师啊 那朕就想吃这口 你看怎么办呢 呃 臣倒是知道有那么个趣数 他们家菜谱上啊 有道菜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哦 嗯 哪儿啊 呃 我这还带着呢 你 凤燕铁 半城凤膳坊 哎 这是给汉林院送帘的呀 啊 宋老先生啊 他认为这是商人的实路 他老先生不惜的去 也请你了啊 他们不敢请我 他们啊 知道我真嘴碎 再有呢 知道我真吃了白吃 翻脸不认人 臣陪皇上尝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说得是的 嘿嘿嘿嘿 你们俩这是唱的哪出啊 我听说在半城凤膳坊 晚上有你们叫坊司的演出啊 啊 主姓而已 主姓而已啊 还听说这门口有一群叫花子 唱凤阳花鼓 哎 对呀 刘大人 您也到访过 我是想问你啊 能不能让他们来个寄姓表演 这 听我说啊 你呀 你在女乞丐中找几个漂亮的 给他们打扮打扮 啊 这个凤阳花鼓啊 它就是个曲调 词任你改 唱点歌功颂德的 只要别唱那个讨饭的词就行 那好 您里边请 看林院的大人二位 看林院两位大人到 王将军快追啊 两位大人这边请 满山啊 六六六 一大一大一大 一大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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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见了 你说 这不是兵部吗 这不是 我扶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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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啊 这么个小饭馆 藏在这么个幽静的地方 越幽静 它越有门当啊 看林院的夫子们来了 现在 就差浴室台的人了 他们要是都到齐了 这儿啊 就成了内阁公共食堂了 老师你看 那边汉林会终于开张了 二位大人 这里面 天上飞的地上 跑的水里游的山里藏的 那时将有尽有 瞧见没有 飞禽走兽样样都有 比皇家动物园还值得 真是稀客稀客啊 宋大人 听说过啊 久闻大明的是如雷贯耳 您是当朝皇太子的老师 您看 我这儿开张以来 这汉林会呢 就一直空着 你是谁啊 这是咱们凤膳坊的东西啊 宋老板 宋半成 你不是叫宋一母啊 对 宋一母 宋一母 来这儿的人呢 大部分都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半成啊 是我的绰号 一母和半成 这差哪儿去了 要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一母啊 是她的原名 现在我们老板的财富 那何止是一母啊 我给您数数 在这应天城里 九家当户 十二家私厂 还有三十几家制造房 都是我们老板的 这一年的利润啊 那赶上户部在应天城 一年税收到一半了 那这名字自然就得改成叫宋半成了 这爹娘给的名字 玄武胡黄测库登记在案 改名字就这么容易吧 容易 不瞒宋大人 买通户部 只要你有这个 别说改名字改年龄 就连男的女的这性别 都改部 这么深 当然了 不仅如此 你们这些汉林院的书呆子呀 不 说错了 读书人 不懂这里面的道理 这里面名唱大了去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 几个名字 相当于几个身份 胡闹 你听着啊 皇册档案你叫宋一母 你这一辈子都叫宋一母 要想改 除非是皇上欲比亲敌 皇上的欲比 草民我想都没想过 也不敢想 想了也白想 那是一想天开 行了行了 你这儿啊 乱七八糟的看得我眼花缭乱 上菜吧 就来两碗珍珠翡翠白鱼汤吧 宋大人真是好眼力啊 不过您这大老远的来了 不是就为了喝这碗汤啊 珍珠翡翠白鱼汤 外加一个人一个烧饼 听懂了吗 老师 您猜他们要了什么 什么 珍珠翡翠白鱼汤 上这儿喝汤了 那珍珠翡翠白鱼汤 那珍珠翡翠白鱼汤 那想它能好喝得了吗 那珍珠是好食材吗 土鱼 嗯 不是鱼 是霸王 对 霸王 你还怎么着 怎么着 他急了 他一急 就挠人 你不说我就知道 真是兵部的 他们才喝多了 每回最先 最先趴下的 都是他们 那是 真不行 那是我来 我再敬你一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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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看这儿啊 什么这个厅那个阁的 这朝廷各大部都全了 哼 朕可以在这儿开朝会了都 皇上 您知道有人管这儿叫什么吗 什么呀 内阁公共食堂 是真不像话 先尝尝 先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鱼汤 好 怎么样 看来死珍珍翡翠白鱼汤 非比珍珠翡翠白鱼汤啊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 看皇上脸色我还看不出来 就是名一样呗 说凤阳到凤阳 凤阳出两个红雾黄 赶楼远护亭中华 凤阳花骨 就是词变了 换成星词 原来那歌啊 可是讨算了词 十年九有九年黄 十年九有九年黄 唱什么呢这些 你们唱 你们唱 这都什么词啊 不对不对 听听听听 别唱了 都别唱了 别唱了 你敢管我 你看看 我是奉至其他 这不是乔义 乔义 您现在是宋大人 我不管宋大人 宋大人 你呀 把这个乔义给我赵进宫了 我要他在御膳房 做珍珠翡翠白鱼汤给我喝 来人 快点 乔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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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哪 老军 您倒行 别摔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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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小花子吧 咱 知道本官是干什么的吗 那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你嘴里的酒味可真大 昨天晚上在半城木战坊喝的吧 告诉你们 本官是管管管人哪 来人 是 让他们通通给我抓起来 是 我敢谁敢 奉旨祈讨 大人 他那是奉旨祈讨啊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真的假的 通通给我押到洗墨大脑去 是 我可是奉旨祈讨啊 走走走走 快走 奉旨祈讨啊 快走 都不是奉旨祈讨啊 都不是奉旨祈讨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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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吴大人 救我呀 快点 快 快走 快走 我可是奉旨祈讨啊 你们上车 快点 你放开我 阿妹咱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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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车 はい 来 来 来 你上车 hype 来 来 你上车 好 来 来 来 郑郝大人 你持重些好不好 那天以为你官服换了长服 我就怨不出你了 你去了 你 你 你身为一国之相 如此的不庄重 你简直是 这 这 这 都给朕站直了 朕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朕早晨起床就想 朕的那些个朝臣们还起得来吗 朕刚走进凤田店一看 不错 还都到齐了 昨天晚上 你喝得酩酊大醉 还有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划拳行令的声音是最大的 不要 皇上 昨天晚上为真 真喝咋了 皇上你不计啊 上次 不 不能用壶庆功宴上 我喝的 都没现在喝那么多 庆功宴上 皇上也喝高了 皇上还摸了 马娘娘的脸 这 半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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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告诉你们吧 我原本想啊 在今天的朝会上好好地整肃你们 可朕一看呢 今天这大殿上站着满满当当的 都是大明朝的功臣 这愤怒之下呢 还有一丝欣慰 不说了 不说了 这罪不罚众 朕也看出来了 这站在殿上的满朝文武 除了宋连宋外卿 其他的人 都是喝醉的 启禀皇上 臣原本就滴酒不沾 这回似乎也有点 也有点 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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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爱卿 朕跟你一样 也是受不了这二手球 对了 朕今天的早朝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来着 朕也想不起来了 对了 朕听说是有人受贿 竟然敢给一个人 造出几十个假名字假身份证了 真是大胆 护部尚书在哪儿呢 护部尚书 说你呢 王大人 皇上说你呢 你找谁呀 你是护部尚书啊 我是护部尚书 把他押下去行走 是 说我是我就是嘛 我是护部尚书 对 你们自己说说 这还像一个朝廷 喝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这还能为江山设计做事吗 朕记得刘爱卿说过 刘爱卿 刘爱卿 刘大人哪 我哪知道 回伙传 刘大人今天没上早朝 嗯 刘大人今天没上早朝 刘大人今天没上早朝 没 没 登闻鼓 谁在敲登闻鼓啊 启禀皇上 刘伯恩刘大人在即登闻鼓 宣他见证 是 皇上有旨 宣刘伯恩上殿 臣刘伯恩上朝迟来一步 望皇上恕罪 嗯 刘爱卿凭什么 谢皇上 刘爱卿 你本是朝臣哪 有本 可以在朝上奏本 为何去积那登闻鼓啊 提兵皇上 臣是待人积鼓 带何人啊 乔义 乞丐乔义 臣奉皇上命给他传诏 可他却被刑部给抓去了 刑部 启禀皇上 你群乞丐的确是为臣抓的 为什么抓啊 他们讨饭讨到玉街上了 臣不得不抓呀 可是他手上有皇上亲赐的奉旨祈讨的皇陵啊 这 这 这 皇上 臣不属于皇上的玉笔 以为他拿的圣旨是假的 哎 他现在在何处 在刑部大牢 刘爱卿 快随刑部上书 到大牢传旨 谢皇上 退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像打碎酒坛子的酒窖 刘大人 奉天承曰皇帝诏曰 宣侨义进宫 烹制珍珠翡翠白玉汤 钦此 你总记得汤里该放些什么吧 那倒是都记着呢 好 都需要什么食材跟他们说 让他们去采买 也没什么难找的 就几样 一块豆腐要搜的 搜的 搜 还有些菜叶子 剩八米粒 哦 还有些肉汤 也不是什么新鲜肉汤 哦 哎呀刘大人 刘大人 我不能这么做呀 真不能这么做 我也不敢这么做 嗯 一想到做这个事给皇上吃 我害怕 我是要掉脑袋的呀 起来起来起来 要掉脑袋我掉 不是 也不能让您掉脑袋呀 你也掉不了脑袋 我也掉不了脑袋 皇上现在是有病 相思病 懂吗 想的就是这口 珍珠翡翠白玉汤 你把这汤做好了 皇上一喝 药到病厨 明白吗 嗯 这 起来 参见皇上 哎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可是这乔义啊 他还是不敢做 怎么不敢做呢 皇上您想啊 这是给皇上做菜 万一皇上不满意 他不是得掉脑袋吗 哎呀怎么可能啊 朕让他给做的 他按原样给朕做出来 怎么可能要他的脑袋呢 皇上 您最好啊 您最好啊 还是赐他一道免死金牌 这样他就放心了 这容易 赐他一道免死金牌 谢皇上 哎呀 让他快点 哎 哎 陈子人 小义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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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道免死金牌 来 大胆做吧 哎 那我就做了 富儿 这 这这味儿确实不小啊 这个啊 不行啊这个 你这么着不行啊 这松气太大 味儿太重 这恐怕皇上一口都吃不了啊 哎 您一定要让皇上吃啊 起码得吃一口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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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一会儿盛的时候 别盛太多啊 哎 哎 回头啊 你再一哆嗦 再把汤撒了 拌碗成了啊 哎 哎 哎 向皇上敬奉 珍珠翡翠白鱼汤 敬奉珍珠翡翠白鱼汤 敬奉珍珠翡翠白鱼汤 向皇上敬奉珍珍珠翡翠白鱼汤 敬奉珍珠翡翠白鱼汤 敬奉珍珠翡翠白鱼汤 向皇上敬奉珍珠翡翠白鱼汤 这怎么了这是 昨晚汤就累成这个样子 他这是紧张 他哪见过这个呀 小的打从阳台里出来 给皇上敬奉还是头一回 有点像做梦 快盛上来 去 小姨啊 你跟朕说说 当时朕 是如何把这碗汤给喝下去的 当时皇上昏迷不醒 是小的先喂了你两口 然后皇上醒来 自己端起碗咕嘟咕嘟 一口气就喝下去了 喝完之后两眼放光 气色也好多了 不好 那朕就像当时的样子喝 皇上 您还是先尝尝 也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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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善照当时的样子喝吧 好 好 好 你 我 我 想当时晚她吃了她的喝了 这早起来就好像 我上吃东西了 这这猪肥碎白衣 我上吃得真好香 都好得看 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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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皇上 皇上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乔义 你想把朕堵死是吗 来啊 拉着就砍了 皇上 皇上 你看 这是你刺的免死金牌 刘伯文 你给朕跪下 皇上 都说你神奇秒算 你倒是算到朕头上来了 你该当何罪啊 皇上 臣就是事先算到皇上要降罪 所以在事前才向皇上讨了免死金牌啊 那你做何解释啊 皇上 容臣先问问他 我问你啊 你今儿做的跟当初喂皇上吃的那个是不是一模一样 的确一模一样 你小子说比当初喂皇上的还能好吃那么一点 朕不信 如果真的一样的话 那朕吃下去怎么感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呢 皇上 我再问问他啊 难道说皇上当初那感觉是受到了欺骗 当初谁欺骗朕了啊 朕觉得好吃 朕把乔义当恩人 当初你骗朕了吗 所以啊皇上 他没骗您 是饥饿骗了您 饥饿让您没了感觉了 皇上您听说过吗 人呢 鸡 不择食 鸡不择食我当然听说过啊 那鸡不择食是说饿了 那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吃 那朕能连香臭都不分了吗 对极了呀 人饿极了呀 如同皇上当时在破庙那样 他就是分不出香臭来 甚至于可能把这臭啊 他当成香的 你真是巧舍如皇 您看 韩非子有言啊 人 穷恶至极 康夫皆成美食 他就是这个道理 皇上不信 臣有意恳请 恳请什么 你又想祸害谁啊 臣恳请皇上 借凤膳坊大宴群臣 让他们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那非得把凤膳坊给吐翻了不可 不然皇上 不然 众臣们一定会获得当时皇上 在破庙里那番美妙的感受 而且皇上今后对他 心怀梦想 还梦想 嗯 你是在做梦吧 不过皇上 在次宴之前 您得先饿他们三天 朕倒是一直想整治他们 你起来吧 谢皇上 你也起来吧 起来吧 哦 嗯 皇上 据臣所知啊 京城之内 现在有一位大师 四处宣讲清修之礼 哎呀文武大臣是屈之若鹜啊 臣恳请皇上 把众臣请到凤膳坊 再把这位大师请来 当面宣讲清修之礼 你 然后让众臣在这儿不动窝的清修三天 是 是得整顿官员的风气 三天后 以不饿死人为限吧 适时的刺咽这珍珠翡翠白鱼汤 您一定会看到文武众臣是多么的享受皇上赐的这个美味 这样一来给整肃立志 二来也可以看看臣是否神机妙算 嗯 刘伯温你够狠的呀 如果一切如刘大人神算 皇上 这也应该算是皇上的一面镜子了 是 是 嗯 说得好 朕有些饿了 夫人 还是把你做的那些饭菜给朕端上来吧 好嘞 把我给皇上做的饭端上来 是 嗯 嗯 好吃 刘大人 嗯 别怪我说你狠啊 你看 你还真治好了皇上的厌食症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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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嗯 嗯 不成老爷 夫人在那边等着呢 这包子是有数的啊 嗯 那你先先先把那盘子放下 帮我做件事情好吗 嗯 嗯 嗯 有我呢 把箱拿走 嗯 不行 老爷都怕的 更何况奴婢呢 嗯 那就不怕我在夫人面前说你什么 您能说什么 就说你勾引我 老爷您千万别 那我就没命了 行了 那就快点把箱拿走 快 来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偷偷摸摸的 在干什么 把手给我伸出来 伸出来 嗯 那只 你胆子还不小啊 你胆敢破坏我的家规 来人 是 给我拖出去 重重地打他石板子 不是奴婢 不是奴婢 是老爷 你是我拿的 不是 不是奴婢 的确不是他 是我 唱的哪出戏啊 我告诉你 给我玩这一套 没门 你不是吹牛 清休三天吃麻麻香吗 这十枝香还没点上一半 这大半天的你就顶不住了 嗯 那大大师说啊 起码断食三天才算清休 他说他能断七七四十九天 那个 我还听兵部尚书的夫人说 他在家号称清休三天 结果不到一块儿的工夫 就跑到厨房偷吃 可以理解 我告诉你 李善长 嗯 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 这十枝香不点完的话 你休想进食 哎呀 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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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听说 你们这些当年随我南征北战 一个个粗茶淡饭的小子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哎 这家常的饭菜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 都得了厌食症了 偏得变着法子去吃什么山珍海味齐秦易寿 上到天上飞的下到洞里爬的 什么奇怪你们吃什么 什么尚未交配的少女松花雀 什么 果子梨穿山甲 活猴脑僵子喜鹊的舌头 天下的动物躲到哪里 都逃脱不了你们的魔掌 你们那条发臭的舌头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们了 所以啊 我要正本溯源 让你们的舌头 让你们的胃 好好的去去灼气 清净清净 哎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刘外星 赤马马乡 对 赤马马乡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恢复人 恢复一个人的胃口 请陈传十二代弟子陈道人上场 为中外卿 教习清修之法 之后 朕要赐大焰于子 宣神道人上场 各位 我知道 在座很多大人都听过我的演讲 下面按我说的做法 内静 内静 外静 凝神 去除杂念 腹是呼吸 一致不觉有呼吸在 不动 如乌龟符 不必小乌龟那样四足着地 只需坐着做乌龟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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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 草民教习已经完毕 请允许草民先行离开 请你来做教习 教义 习也 就是要你领着大家一起 在这里边一坐一眠 行神共处啊 慢慢地就能渐入佳境了 朕让你们在这儿清修三天 然后 再赐你们美味佳宴 清修三天 饿三天 饿三天摊 这就不这样 这不得 这不让你说人清修三天 皇上有旨 清修三日之后 皇上赐宴 这 开始吧 刘大人 好 宋姨母啊 小人在 皇上这次赐宴呢 其实就一道菜 简单地说啊 就是一道汤 三天后 皇上亲自前来赐宴 今晚开始背料 这位是乔义 刘大人 这人我认识 他就是一教花子头 对对对 就是他 由他作为你们的顾问 在厨房亲自掌勺 行啊 厉害啊 百编大王 一会儿是教花子头 一会儿是花骨领叉 这会儿又变成了御厨名厨了 厉害 怎么着不服啊 我服不服 行了行了行了 做完了他就明白了 告诉你 这道汤的全名叫做 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这小店也有啊 你有是你的 皇上刺的是皇上刺的 这是两回事 乔爷啊 都需要什么食材 吩咐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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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我一把子老 哎呀 这还水里 十五三地二手 是什么火力啊 哎呀 我一把 哎呀 哎呀 这还水里 我一把水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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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嗯 老师 嗯 嗯 嗯 老师啊 刚才有一只蚂蚱来 哎 我想吃了它 老师 嗯 老师您做梦了吧 您做梦了 嗯 您觉得怎么样啊 现在 我饿了 嗯 我也是啊 要是平日在家呀 嗯 这个时候一饿 嗯 我就让丫鬟给我送一碗鞭子汤 嗯 嗯 我家是那个银耳枸杞汤 嗯 老夫人 给我做的 八宝秦州 你们别说了 哎 听你们越说啊 我越饿 我肚子都快饿穿底了 行了行了 啊 还是躺下吧 躺下能生生体力 嗯 是 陈大师说的 睡着了 消耗就少 啊 哎 可是老师啊 睡不着啊 怎么 我怎么觉得 越睡越没力气 嗯 嗯 我想睡着 可我又怕睡着 这要真是一睡着了 就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呸呸呸 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嗯 嗯 你看 陈大师不是也睡着了吗 嗯 嗯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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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大师 大师 嗯 大师还有气吗 啊 还有点气 嗯 那就好 来人大送完水了呀 不是说可以喝水的吗 老师啊 快送 不能喝水的呀 为什么 喝完了这肚子咕咕叫的厉害啊 来 喝一口大师 嗯 嗯 行了 大师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哎呀 哎呀 我没事 我没事 哎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哎 嘿嘿嘿 很好 大师 大师 你 大师 哎呀 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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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 呦 呦 大师这是怎么了 哎 大师是 饿昏过去了 哦 哎 这不七夕四十九天呢嘛 快快快 给大师来口水喝 快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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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喽 大师可不疼晕啊 七七四十九天 这才第二天 哎 本人清修 都是在那山野之中 那里空气清新 阳光雨露 虽断时 可吸进去的 竟是日月之精华 哦 这里吸进去的 竟是他人呼出的恶气 五脉不散 哦 那好吧 赶紧的 把大师弄到后花园去 那儿没人 阳光空气 日经月华 应有尽有 都是你的 来 来 赶紧赶紧 赶紧赶紧 快快快 哎 轻点啊 你轻点啊 快让大师去吧 行了 这就搁这儿吧 这儿挺好 来来来 把大师搁这儿 让大师盘腿做好 哎 扶住了啊 大师啊 俯视呼吸 啊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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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 哎 别倒下 哎 坐好喽 俯视呼吸 想想 山野之计啊 这都是日经月华 这都是 哎 王立西 西 哎 哎 谢谢您了 凝神 嗯 嗯 兵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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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们扶着大师在这儿缓混吧 啊 这帮大人 听说这沉道人都倒下来 马上就全都沉不住了 快饿死了 嗯 这当官的也太经不住个了 差没过第二天了 嗯 哎 哎 哎 差不多了 嗯 走 上厨房 点火做饭 准备开宴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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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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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斗胆万叶俊 就这套 玩着就想偷 那些大人吃了 还不得退地啊 哎 宋姨母 嗯 咱俩上皇上价钱打赌去 价钱打赌 持盐者斩 行啊 价钱打赌就打赌 我 我是那儿受不了 草民宋姨母拜见皇上 嗯 平身吧 谢皇上 宋姨母啊 哎 当着皇上的面啊 啊 你说 你若输了 你怎么办 不可能输啊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皇上 这可是她说的 宋姨母 皇上下面啊 要在应天新建城墙 供需二百万两银子 现在国库只能拿出一百万两 集于一百万两需要商人认捐 你说吧 你若输了 你预备捐多少啊 这不可能输啊 就这趟啊 大人们喝了能赞不绝口 我宋姨母死都不信 哎 我说的是假如你输了 你怎么办 假如 那皇上在这儿 皇上亲口预言 我一定照办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皇上 她可说了 再有 宋姨母 如果说你输了啊 你半城凤膳坊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 你得下架 改成乔义做的那个 她做那珍珠翡翠白玉汤 得是你这儿投到招牌菜 请她当大厨 以此二次宴请文武全身 可以啊 我双手赞成 哎 要是我赢了呢 你可以向皇上提个要求啊 哎呦 皇上 我真是太荣幸了 皇上 草民 只有一个要求 请皇上体恤草民的苦衷 我从早到晚朝思暮想 我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把我宋姨母 变成宋版辰 哎 你不是已经改了 吗 哎呦 皇上 草民不敢欺瞒皇上 我贿赂给户部的那些银两 已经如数出宫了 还有 还有我又补缴了五万两 作为查款 抵作刑期 我的那个名字 早就给注销了 你说呢 好 朕 朕 就答应你这个要求 你听见没有 皇上可说了啊 你输与营 皇上都给你改这个名字 哎呀 真是还好的 就是说我输了 也能给我改名字 哎 记住喽 这叫双影啊 行了 宣布吧 当今皇上四请群臣 上珍珠翡翠白玉汤 谢主龙恩 上珍珠翡翠白玉汤 有点 嗯 哎 ah 有点 对 嗯 嗯 哎 哎 我 好 哎 哎 哎 你 给我 嗯 啊 嗯 啊 再来一碗 再来一碗 好吃啊 再来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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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是真是真美味啊 太好吃了 那还有吗 再来一碗 再来一碗 老师你来 你爸爸给我 你太好吃了 歇皇上次业 歇皇上次业 歇皇上次樱绯翠白鱼湯 歇皇上次业绯翠白鱼湯 万岁万岁万岁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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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你怎么说 这都饿死熊头胎了是不是 我认输了 我这认输了 这皇上还赐我名字吗 笔墨赐货 罗尼啊 皇上心修城墙 你打算认捐多少啊 我 我再问你 宋义母跟宋半成 你到底要哪个 我当然要宋半成了 那好啊 那你就宋半成吧 宋半成 不是你说的吗 要宋半成 皇上心修城墙 需要二百万两银子 你非要宋半成 认捐一百万两啊 不是 我是宋半成 不是这个宋半成 再说这个宋半成 跟这个也没关系 这白天心也没有这个宋啊 放肆 皇上经口欲言 皇上写这宋 从今儿写你就这宋 来人 轻骑快马 赶到玄武湖 从皇册扣中 把他的户口本给我找出来 将宋一抹 改成宋半成 还不谢恩 草民宋半成 谢主龙啊 三天以后 由凤膳访坊主做东 也是在这里 朕将宴请各位爱卿 使珍珠悔翠 白玉堂 皇上饶命 刘大人饶命 吓成这样 怎么了 回皇上 小的今天一早起来 又眼皮又跳个不停 我那些兄弟们都说 我把那么难吃的东西给皇上 害得皇上都吐了 皇上找我一命 已经算我命大 可事不过三 皇上要是再找我 肯定没好事 你把朕想成那样 不不不 我不敢 你先起来说话 谢皇上 小一啊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干啊 刘大人专门整治贪官 非常有意义 只是 只是我不知道 能帮刘大人些什么 你跟着我你就知道了呀 像你 为人又仗义 朋友又多 人脉又好 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手 没问题 那有了 朕赐给你的新名字 刘义 当刘伯温大人的杨子 如何呀 皇上 皇上 臣在家有家事 杨子这事说不清楚 那 那就义子 朕赐刘义 为刘伯温 刘外卿的义子 义子刘义 拜见刘大人 叫爹 爹 不是不是 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 我听着也别扭啊 起来吧起来吧 叫不叫随你吧 谢谢爹 我听着挺好 上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血味啊 肉刺那么硬啊 这太多了 这不足够 不足够了 吃不好 回来记忆深刻了 宴会开始 什么味啊 这什么味啊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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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麻烦了 这太麻烦了 这是什么 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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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爱卿 你们上次喝的汤和今天喝的汤 不但菜名一样 食材 作法也是一模一样 且出自同一人之手 朕为什么 要让你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喝两次呢 朕是让你们想想 想想挨饿的感觉 再好好想想 想想官场如今的奢迷之风 该想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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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